有些丁子户张口就要一个亿 你说夸不夸张 城市需要发展 肯定也有许多老房子需要被拆掉 但有些房子的主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拒绝拆迁 于是他们就成了丁子户 全世界最牛的是个丁子户 他们不愿意拆迁的原因 或是有趣或是其他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十名 晶圆大道 这个豪横的丁子户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 大湾新区的晶圆大道南路上 虽然它的占地面积不是很大 但它占据着晶圆大道南路的正中央 刚好把一条马路拦腰截断 过往的车辆都要为它绕行 第九位 新马路中间的自建房 这个自建房位于浙江温岭 周边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 但房子的主人罗宝根和他的妻子 却依然坚持住在这里 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安置补偿不够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为了确保这对夫妇的安全 这栋楼周边的空间被完好无损的 保留了下来 第八位 湖北宜昌的小三城 这栋房子位于湖北宜昌的 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内 它儼然已经成为了 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牺牲品 这栋孤零零的房子的主人 是一位姓杨的大爷 2012年 在长达两年的斗争中 杨大爷一直为能就搬迁 补偿金额与当地政府达成一致 后来 开发商切断了他的水和电 为此 杨大爷和他的家人 还曾搬到一处租住的房子里 短暂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 儿媳妇生完孩子之后 由于经济原因 他们又搬了回来 但生活上其实挺不方便 他们不得不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去接水用 照明也只能用蜡烛和台灯 第七位 华盛顿小富士 在华盛顿市中心 开发商看中的一块地皮上 有一栋小富士楼 他的主人叫施普林斯 开发商们在他的办公室里 进进出出 出家一百万美元想要买他的楼 但每一次施普林斯都说 这点钱不够 后来随着出家的人越来越少 他突发奇想 要把这里变成一个披萨店 但搞了三四年 披萨店也没开起来 后来给他贷款的银行 威胁要取消他的房产赎回权 这时 施普林斯不得不以 一百万美元的价格 挂卖这档小富士 但却无人愿意 以这样的价格购买 最终 在2011年 这栋房子才以75万美元的价格 被出售 第六位 山东孤岛 2012年 山东的一对60对的 夫妇生活的房子 在一房地产开发商的 规划范围内 这对夫妇立场很坚定 坚决拒绝拆迁 期间 这对夫妇还经常受到 当地黑恶势力的威胁 并且一次次试图 非法拆除他们的家 后来 开发商扭不过他们 直接绕过他们的房子大新土木 随后 一座座新的商品房拔地而起 而他们就被夹在中间 像个孤岛 第五位 西雅图巴拉德购物中心 这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中央 有一个奇怪的凹陷 在那里有一栋充满故事色彩的小房子 有人说 这是动画《非无环游记》的灵感来源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80多岁的老太太 梅斯菲尔德 开发商住价100万美元想要产平他的房子 但被他拒绝了 后来 开发商们拿他没办法 只能围着他的房子开始建造商场 就在这个购物中心开始修建的时候 老太太就和开发商请来的公投马丁成了望年交 马丁开始照顾这位老太太 帮他取药买杂货 最终 这个老太太把这栋房子留给了马丁 并写进了他的遗嘱里 第四位 被360度围绕的房子 如果你不能建在他的上面 那就围着他建 城市规划者似乎把这个建议当真了 故事的开始 是有三个户主拒绝给推土机让路 于是高速公路的设计师把心一横 围着他们的房子建了一座四侧道的利药桥 广州的拆迁队原计划拆除这些房屋 这就可以打通城市公路网与最近开放的驻向隧道 但由于业主拒绝拆迁 他们不得不进行施工调整 一些网民开玩笑说 有关部门给这些钉子户打造了360度的全方位接近 第三名 围绕着农场的公路 这是一条2014年落成的公路 偶尔会有司机们发现 自己走着走着前面就没有路了 当时大多数居民都接受了政府的赔偿金 这是中国的公路建设 但72岁的谭先生和他的妻子 因为不满政府的赔偿金拒绝离开这里 多次协商未果之后 政府只能重新规划线路 绕开了他们的家 第二位 隐秘的角落 大概在1900年的时候 当时位于纽约第34号街的梅西百货 开始在哈罗德广场买地 计划把这里打造成大型的综合商业体 梅西百货曾签署过一份口头协议 打算买下第34号街和百老汇街交汇处的这块地皮 但这中间的一栋五层楼 被一个叫罗伯特·史密斯的人 以37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难以置信的数目 几十年来 许多购物者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 因为这栋楼要么被藏在广告牌后面 要么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购物袋里 没错 梅西百货购买了这栋楼的广告投放空间 也让它显得不那么眨眼 可以说 这栋楼是纽约房地产史上 最牛的钉子户之一 第一名 日本机场中央的农场 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 在规划选址的时候 包含了农民的私有用地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有七户农民并不愿意搬迁 而他们的土地恰好位于机场的中央 离飞机的跑道非常近 这些农民不愿意搬迁的原因是 政府在没经过民众同意的情况下 失智征用民众土地 所以感到非常愤怒 为了这个事情 他们还打了一场艰难的法律战 才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 1978年 机场准备开放使用 但却只有一条跑道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三条 当时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带着面罩和头盔的基金分子 发起了最后的抗议 他们占领了几乎完工的控制塔 并砸碎了里面的设备 最终 13人在这场冲突中上升 到了2005年7月 当局宣布 放弃劝说最后的七户农民单签 并调整了机场规划 至此 这个钉子铺事件终于落下了碑木 高套榜专注各种有趣的保养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各位能够伸出您的发财手 点赞 关注 支持一下 感谢 感谢